据台湾媒体报道,一人陈小春带着儿子出演《爸爸去哪儿舞》,Jasper曾在节目中自我介绍本名是陈一杰,之后面对陌生人时却又自称陈浩田,引起网友一会儿讨论,究竟Jasper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名字自称? 陈小春在接受访问时,给了一个无厘头的答案,Jasper自称陈浩田时,网友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名字变了,但合理化解释,他可能是因为爸妈教导,不要轻易告诉陌生人名字,因此随口说了一个陈浩田,陈小春被问及此事时,先露出黑人问号脸,狐疑地看住镜头,那么陈浩田是怎么来的呢? 陈小春给了个无厘头的答案,陈浩南走去种田,虽然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原因,但他本人显然很满意这个名字不错啊这个 此外他也回答了在节目中和儿子经常讲的东瓜东瓜,你是东瓜是什么人? 他一脸淡定的摇摇头的说,没什么人啊,那个是外婆英采儿母亲交的,看来Jasper平常真的受外公,外婆影响很深 呃,最近我也讲的犬酒,因为你听说这请大家看到是外婆影响看类 Term葱事 navy,我已经听说是zzle号叜 gold